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防华研究院的研究员 现在做一些除能电池研究工作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的演讲 可以分享几个重要的点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上午的报告 主要是讲到电动车和电池的安全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定量的衡量尺度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 要用数学方式来表达这个安全性 这是我的一个中心的事情 现在其实国内的那个研究 其实有没有特别的问题跟安全性的问题 现在有不少人在重视这个安全问题 但是您就安全性还没有 所谓安全性就是它的程度 它的程度就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现在还没有这个衡量的标准 其实到现在 其实要怎样才可以解决那个安全性的问题 可以直接提醒一下 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个发生事故概率 比如说我这个做出来的一辆车 它行驶多少公里可能会催事故 或者是说一辆车的这个发生事故的几率是概率非常小 那么我们说有全国有一辆车在那里跑 那么一辆车一天如果跑一百公里 那么也就是每天有一百亿公里的这样的行程 如果有一辆车发生事故 那么这个就是十四方分之一的事故概率 那么这个单位应该是车公里 所以这个尺度要大家来讨论 到底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 现在还没有这个标准 那我们请问一下 现在最成熟的个性比较安靡 比较好的那个地方是哪里方面的东西 就是比电池 比例子电池实际上的东西 比例子电池实际上的东西 所以现在就没办法比较 因为没有一个尺度 比例子电池这个厂或那个厂 做的情况也不一样 同一个厂训练做的或经验做的 它的水平也不一样 所以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的话 就得要有一个尺子 这个尺 可以说一下现在在中国国内政府 我们现在的那个 你说的那个标准 它们发展的程度是怎样 或者日期的密度是怎样 现在不但中国政府 现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标准 都没有这样的尺子来衡量安全性 那在研究方向跟学书界 有没有一个 大家有没有 要有重视开始重视 开始重视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 工作量很大 所以要 我是呼吁要建立一个题目 一个课题 来专门研究这个安全性 那所以比电池来说 理性的那个效果 是否不适合可以进化的事情 理力字电池现在已经在用了 不是随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都已经在用了 但是用的效果怎么样 这还是要不断的改进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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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